民眾在臉書平台貪出四張罰單 不滿檢舉狂人 趁凌晨深夜一直拍 一直拍 只因為他的車 微停在紅線上 其他遭到檢舉的民眾 也拿出好幾張紅單大土苦水 因為他們也成了檢舉狂人 鎖定的目標 民眾說最近斗六市 有檢舉狂人出沒 都是趁凌晨深夜 連續檢舉微停車輛 因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只要事隔兩小時 就可以連續告發 假設從晚上十一點 到隔天早上七點八小時計算 微停民眾一氣之間 就有可能連續被檢舉四張罰單 被檢舉的民眾在網路上發文認為檢舉狂人很有事提醒大家要小心迎來網友圈反論戰 而檢方表示因為檢舉人會追蹤進度 所以只要事實明確 執法單位只能依法告發 檢舉狂人無所不在 隨時收法 才能避免荷包失血 記得幫東晨 與你報道